我们躲避不了 但是生活习惯我们其实可以改变 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我们需要注意 可能我估计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想想你肠胃积热什么原因起来的 结果我们现在有好多管不着嘴 是一个热量高的 你吃的热量过高 超过你的承受能力了 就是你消化不掉那么多热量 它就会变成邪火 它就成垃圾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热量过高的一些食物 叫垃圾食品 有好多这个病人上我们这儿来 他说大夫你看你 你都让我们吃这个清淡的 我现在走路一点劲没有 我说实际上你是没有锻炼 你的能量已经足够你的营养了 你的能量超过你想象 只是你 只是实际上是你的心理作用而已 他觉得他不吃肉他就感到没力 有好多他是心理作用造成的 你看好多人就在这个累累 实际上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每天坐的不动 越坐的不动越累 不要暴饮暴食 对 中医叫做久坐伤肉久卧伤气 就是这样子 你走开了甩开了气血流通了 他就不觉得累了 而且你只要营养够就可以了 我们必须 然后再来把这些装满意 对 也有个人 你会把这些装满意